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西门透視出外景 今天來到這個公園 找到一位朋友跟我們聊聊天 這位朋友都幾慘情 其實是 他是一位女士來的 其實是這位 是女士 本來都是女士 而這位女士 不如讓他自己說他的故事 先說一句一名教師 這件事跟打流感針有關係 所以今天看到他 因為側面還是打格子 我們都沒有決定做甚麼 總之不會出鏡 她的名字叫Gina Gina你何時打流感針 還有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都報紙了 你可以說一次 其實都 自己的嬰兒 我先說背景一點 我自己 剛剛做了人工流產 因為嬰兒胎死腹中 這是上個星期的事 我今個星期做了手術 上個星期做了手術 為什麼做手術呢 就是追溯回 兩個星期前我在聯合醫院 其實很有趣的 聯合醫院一直都複診 產前檢查 複診 我自己有了嬰兒的時候 在複診上寫著 余先生同來 一定要帶你老公來 那天是星期五的下午 其實你想到 一定要邀請你老公來 請假來 很大件事 原來聽講座 聽放片的講座 聽看十五分鐘 又等一個 你知道叫醜 叫到一個小時進去見醫生 醫生說 你剛才的講座明白嗎 我明白 說應該都是唐時中合症 然後 我這樣說 行了明白 那便好了 就趕了我離開 那時我就說 醫生我一個月前才見你 那你怎樣也跟我看看 那個胎的發展 有人性一點的事 他趕了我離開 那時我也跟他說 其實我在十月初的時候 其實政府呼籲孕婦 公民一族打朱錦針 其實是十二月二十一號的 那我是 真是第一批去打的孕婦 我是二十二號打的 是啊 那我一直都覺得 其實我一直都有做產檢 在私家醫生上 那我嬰兒是OK的 那十二月二十號我做私家醫生產檢 五個嬰兒也是OK的 但是到那時我看 去聯合的時候 我跟他說 因為爆了第一個個案 是引父胎死腹中 那時候第一個個案 我當時很擔心 我跟醫生說 我又打過磚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醫生都看見我真的很擔心 都算是好心的 立刻去開了一部機 就是超聲波 和我去檢查一下那個嬰兒 聯合醫院 聯合醫院 對 就是看看那個嬰兒 那時候他告訴我 我老公是在的 他說那個嬰兒已經停了心跳 已經停了心跳 而且 他都說其實在看胎兒的大小 應該就不是 那時候有十週的 那個嬰兒差不多三個月了 他說不應該是這樣的大小 所以就是說應該是肚子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左右 其實都很驚訝 但是都跟醫生說 其實都很冷靜 跟醫生其實跟朱錦珍有沒有關係 當時醫生都說 其實我副產科開專科是一至一三五的 每天都有孕婦這樣養胎四腹中 好像你這個個案 又是打了 不是 一般的孕婦 一般的孕婦 每天都有 可想而言之 是多常見呢 那 那我就 自己覺得 都好像很常見 那 那 就 自己唯有急下頭離開 那 但是因為我自己都本身是有看施加醫生 其實他當時呢 醫生都跟我排期去做掛工 掛工 就是說人工流產 那 那 但是我自己覺得好像 那個感覺都不舒服 那 看看跟施加醫生談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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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了兩個情況給我聽 第一 他就說 其實你那時跟我說你打朱錦針 其實我那時都已經覺得很不妙 即是很擔心 因為其實頭三個月是很不穩陣的 大家都聽過 為何不說給人聽的嬰兒小氣 其實的意思就是 其實頭三個月的孕婦 嬰兒通常都不穩陣的 一般性都是這樣 任何一件大事 都可以導致他流產 所以他說其實打朱錦針或流錦針 都是一件大事 對一個孕婦或嬰兒來說 第一 第二 他就說 其實你有甚麼個案 應該立即上報 上報 看來如果聯合醫院的醫生 是會上報的 他應該會通知我 會多問我的資料 但看來就不像是 於是他都提醒了我 我發覺在程序上 看來就沒有做到這件事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 很不明 不白就沒有了嬰兒 我就跟私家醫生談 有沒有一些測試 看看究竟嬰兒是甚麼問題 當然 醫生都很專業的 都會解釋給我聽 其實有沒有可能測試到 朱錦針跟那個胎兒腰截是有沒有直接關係的 其實是沒有的 醫生都說其實一頭三個月 拖死腹中自然流產都常見的 但也可以幫我去做一些測試 去看究竟會不會是其他問題 而其實通常第一次流產 就是孕婦第一次流產 或者第二次流產 很多機會都是因為 因為染色體現了問題 他就幫我做這件事 所以其後他安排我 在這件事去跟進的 就是第一 他跟了衛生署那裏上報我的案件 所以在名單裏 我是唯一一個醫師家醫生轉介 上報的 第二就是他跟我聯絡了中大 去看胎兒 究竟認識體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的經歷 在整件事裏面 其實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他想將這件事盡量淡化 和你說不要上報 盡量淡化和覺得 其實都是很平常的 這些事 是不是給你一個 他將來變成一個 真是很普通的意外 是是是 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會呀 因為其實自己都會想回 是不是自己搞大了呢 自己是不是想多了呢 其實確實是 自己都有朋友 在豬油感的防疫中心 做醫生 其實我在打這支針前 我第一個人問到他的意見 他是鼓勵我打的 當然事情發生了 大家看法 究竟會不會有偏差呢 後話 其實那位醫生都說 或者就算曾浩輝都說 其實每五個孕婦就是一個 是會自然流產的 大家都會聽過 但是我自己都會想 第一 我自己都第一個反應就是 其實一直爆發的案件 都是說這些孕婦 是有一些長期病患的 譬如任神堂尿病 抑鬱症 我這些沒有事沒有幹 他當然可能不想上報 因為無法爭辯 因為譬如說真的 任神堂尿病 大家有些認識都知道 其實真的都幾高危的 難聽些這樣說 即是九星一星這樣 如果我這些沒有事沒有幹 報上去的話 用甚麼解話呢 我自己就會想這件事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自己都可以反覆地想 其實 確實有人跟我說 其實很常見的 你這樣的案件 五個就有一個了 你不能罵別人的 我自己都很明白 不能罵別人 但是 我又覺得 作為醫護人員 是否可以專業一點呢 大家接不接受 如果你的親人 假設是癌病的 你親人不在的時候 你接不接受 其實五個癌病的病患者 總共一個會死的了 醫不醫到 又或者 假設我的寶寶是有染色體 有問題的 你有個小朋友 你自己有個小朋友 他本身可能是有心臘病 或者是智障的 那我已經跟你說 其實這些小孩子 三十歲 怎樣都會死的了 這樣 這些沒有人性的情況 我們是否下一節回來說 好 一如是這樣